今天本土確診3766例 本土疫情大爆發 那麼陳時中表示 未來全台有15%到20%的總人口 大約是460萬人確診的時候 那麼就正式進入與病毒共存 這件事情您怎麼看呢 很難想像 但是真的發生會覺得很可怕 還是覺得很可怕 我應該就是驚呆吧 就是很難想像 我覺得太多了 好可怕喔 因為我有小孩子 小孩多大 算六個月不行 所以就很不能大家出門啊 就只能我自己出來 因為我覺得完全沒有防疫措施啊 就是也沒有配套措施啊 純粹就是自主應變 對 是這樣 你要共存就不要再戴口罩啊 也不用隔離啊 大家就跟他 你一直清零 外面的人回來 我們還不是一樣會感染 我講一段你不要卡好不好 我覺得政府真的很爛 就這樣 無言啦 我就無言了 不講話了 好不好 阿中想選台北市長 也不能這樣擺爛這樣子 自主應變的那個事情 我就覺得還蠻不合理的 就是感覺很想要把自己人的命直接給放手一搏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與病毒共存當然是趨勢 可是你要配套 而不是說你說一聲就可以了 對 要感染很容易啊 你配套比較難吧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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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共存 就是跟他共存啊 就是已經流感化啊 就是沒有那麼恐怖 放手誰要去了 共存 為什麼為什麼 就是 就只能這樣啊 不然現在清零也不可能了吧 現在大家都沒有在怕這個事情啊 可是我覺得管理好自己就可以了 已經兩年了嘛 然後國外都已經共存 只是我們台灣比較慢而已 人家國外是有配套措施 人家新加坡快篩是免費的 香港快篩是50塊 那我們台灣有什麼 我們有300塊 對啊 就這樣 針對這個議題喔 很多民眾都認為驚呆了 460萬人確診 真的好難以想像 我們在中間攝影棚全天候都是用水神 空間比較大 可以使用的是 這組是大概是8坪左右 那麼如果說空間比較小 2到3坪左右 或在車上 可以看到這是一個比較迷你的水神 烏滑器在車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來到快點購來買 送水神一舉兩得